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末节分差,一度拉开到20分,最终提湖,这场吞下大败。此以后勇士战绩,与西部第八的辉雄持平,与西部第七开拓者,只差3.5个胜场。这场比赛斯蒂芬库里,必然是赢球的超级功臣。库里的第一节与第三节,直接打猛了提湖。 第一节库里单节,17分2篮板2助攻,第三节库里,单节15分3助攻1篮板。全场比赛库里,35分中,26中14,3分18中8。拿下41分,8助攻4篮板1抢断,命中率52.8%,3分命中率44.4%。库里完成单赛季,第9次40加。 单赛季第19次,三节30加。单赛季第16次,至少命中7个3分球。但此一勇士,还有一个大功臣,那就是,德雷蒙德格林。 他不仅很好的,限制了西安威廉森,他还拿下了,十分完美的三双数据。西安在这场比赛之前,对阵森林郎是17中14轰下37加9加8,命中率82.4%的表现。 赛季场均命中率也在,61.6%,但这场比赛,在追梦的防守下,胖虎37分中,24中12,3分2中0,拿下32分,8篮板1助攻,命中率50%,他不仅命中率低于赛季平均,他突分,也无法轻松收获助攻,这就是德雷蒙德格林的防守才能。 追梦全场比赛,37分中,5中4,拿下了10分13篮板,15助攻三抢断二盖帽。 命中率80%,他在莫杰才出手,第五次完成三双,他真的是,一点都不抢攻。 莫杰面对胖虎的防守,完成了一个,十分出彩的一条龙上篮。 此一的追梦,没有任何的武功,送出15次助攻的基础上,只有四个失误。 这是德雷蒙德格林职业,第29次拿下三双。 他拿下三双勇士,28胜一副,胜率96.5%,历史第一。 追梦的三双,就是勇士队拿下胜利的关键。 他所获得的英雄,分48分,也是历史最高,比乔丹与张伯伦,都出色。 本赛季的追梦场,均31.1分钟,拿下6.7分,8.7助攻七篮板,1.65,抢断0.83盖帽,命中率43.6%,三分命中率23.8%,都觉得这样的数据,拿着2220万的薪水太高。 四年一亿有些溢价,但其实他真的是,库里绝配,文言小白,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